自己不能救 能救诸疾人 就是自己的疾病救不了 可是他能够救所有的人的病 那你不觉得这很奇怪吗 这不就是莫名其妙吗 这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你想什么状况之下 有可能自己的病救不了 可是他却能够救所有的人 来 犹本阳 答对答不对都没关系 因为这个你们都还不知道吗 这个就是在考验智慧啦 自己生病了救不了 可是他可以救所有的人 这种是怪人嘛 对吧 也不会 我有经历过啊 真的吗 有啊 譬如说什么 譬如做生意的时候 你们自己就走转不是很好 可是看到同样很辛苦来调钱还是调给他 结果会被他倒一堆啊 但是这样没有成功啊 但是他这个是自己的病没有办法救 但是他成功的救了所有的人 差异在他成功了你失败了 你被他倒了嘛 对吧 是换了一个经验 苦痛的经验那也不错 从经验当中 从苦痛的经验当中去觉醒 对吧 好 来1 图好 蒋路华 同学大家好 我是蒋路华 试着来分享 这我直觉是感觉上是一个如理说一个方便说 自己不能救 就他已经超越了自身的疾病 就像耶稣下来 你就是要视线 他是有疾病 但是他超越了 那能救诸疾人是因为你切住了终极本质 他在如理说的时候他去救度所有的人 如理说怎么救度所有的人 如理说是如如不动怎么拿如理说来救度 就是 就是 麦克风交给 交给那个后面那个铃柔 对 这个问题就像医生一样 他自己是医生 他能医病帮别人医病 但是忘了自己也有争病的时候 也生病了 对 看不到自己生病 因为他忙于别人的时候都忘了自己 最后医生死了 这个人他死了嘛 他为什么可以救别人呢 来 1 2 3 go 他为什么可以救别人 杨中宪 你说说看 为什么自己救不了却能够救别人 师父各位师兄 弟子杨中宪 师父回答 好 因为自己的 自己能救只能靠自己觉醒 才有办法自己救自己 那能够救别人的话你可以 自己不觉不觉醒可是可以救别人 你想这个行得通吗 后面凌柔已经替你摇头了 所以这个逻辑不通嘛 对吧 是错误的逻辑嘛 好 这边 好 陈茗玉来 好 陈茗玉来 好 陈茗玉来 你自己立他先帮助别人 你有做到吗 没有 对啊 那你为什么不做呀 你的眼睛那么严重 你不觉得你的眼睛很严重吗 对啊 那你为什么不做啊 你都没有立他啊 两次要出远门你一个立他都没有啊 应该说三次啊 最早一次是要去救杨仲宪的弟弟在清水啊 对吧 第二次是竹北行啊 清水那一次很多人都有 江明珠也带了他朋友啊 那个翁翠萍带了他妹妹啊 对吧 大家都有啊 你没有啊 你带了罗丽云啊 对吧 你都忘了我还记那么清楚啊 这个真是对吧 那你有吗 你没有啊 对吧 你不能次次都原地踏步啊 这个对你的眼睛的打击是非常严重的啊 你没有立他你的病要好很困难 好 讲完了吗 讲完了吗 讲完了 好 哪一个人还要讲 李立云来讲一个 因为你也是生病人嘛 不是嘛 你生病要怎么怎么怎么能够得救啊 师父同学大家好 好 师父我真的不太会讲耶 你不太会讲有不太会讲的做法嘛 不是嘛 你就看图说话不就好了吗 你看到什么 看到一只鸟 然后呢鸽子吧 鸽子 对然后呢 他摘了一朵花 对他摘了一朵花 然后呢 这朵花要干嘛的 他那朵花应该去献给别人 他那朵花就是来救人的 所以这个鸽子象征着一个圣洁者 一个大成就者 他要在世间上视线 他也有病 就像我们前几堂课讲 大圣人 大成就者 像圣言法师啊 像百科全书 印圣长老 他们都是从小就有病啊 对吧 那不明就里的人就会讲 你是大成就者 你都生病了 你也没办法救好你的 吃好你的病 我相信你要干嘛 你想会不会有人这么想法 一大有人在好不好 对吧 那我们能不能说 那些不相信的人太呆了 是吗 是吗 要怎么理解这件事啊 好 这个你一定要搞得非常清楚 否则的话 你学佛不可能有成就 而且你会栽在窟窿里啊 这个就跟 奥阿瑞瑞瑞法师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蒋路法师者来分享 这个就跟阿南跟那个 维摩节居士讲说 释迦牟尼佛生病一样 他要去脱剥牛奶嘛 对 事实上他就是现在 现在那个像里面 释迦牟尼佛是展 展现了至极不能救 但是释迦牟尼佛之所以能够 能够救租籍人是 他只是现象界的展现啊 但是你在终极本质 他忘了是背后的那个 所以为什么维摩节居士要修理那个 阿南 阿南 就是点醒他 能救诸 你不要现在自己不能救 你以为释迦牟尼佛生病了 事实上他只是一个视线 好 可是你这样子不够圆满 为什么 人家对你的讲法 因为你是佛教徒嘛 你相信你这样子的说法嘛 非佛教徒他不会相信你这种讲法的嘛 因为你是佛教徒嘛 你要讲一个客观的 每一个宗教都相信的 这一个就是文殊厉害的地方 为什么文殊不起争议 因为他的义理甚深 你从哪一个角度进来攻击他 他都有办法反击你 因为他太通透了 如果你可以学佛学到这么通透 我保证你一定赚钱啦 一定赚大钱 你不要急急运营死守杀羊啦 你就看师父嘛 师父一毛钱都没有嘛 对吧 我那个大陆的手机 那个是福建的福慧珠供养的 他供养那个时候是7plus 那个时候是刚刚推出的 要高达三万多块啊 那个年代十几年前三万多块非常贵啦 大陆的地址供养 都是供养特别好的 他就供养我7plus的iPhone 用了十几年 现在彻底没办法用了 怎么知道啊 因为就不续电了嘛 去换了那个干电池 回来马上从100个percent掉到0个percent 就完全没办法用 完全没办法用 我都没跟别人讲 蒋路华知道为什么 他帮我拿去修的 只有蒋路华一个人知道 不可思议的是 上个礼拜李庭廷教授 就是北大的李庭廷教授 他升上副教授了 我们在这边给他掌声鼓励 这真的太不容易 升上副教授北大竟然太厉害 你两次你有一次没升上 因为你当学者 你不就是为了要叽叽叽叽叽要升到教授 对吧 然后他是今天才知道他身上的 他上个礼拜他突然来跟我讲说 师傅我想要供养你一个iPhone15 你看吧太不可思议了吧 都没有人知道我的手机坏掉啊 我那个中国大陆的手机坏掉 有什么对我有什么损失啊 因为以前蒋路华就有讲过 师傅的勇猛精进 你们是没有办法想像的 师傅现在手上在发转发播出材料 另外就是那个旧的手机 就是iPhone7那个 就在播出我今天的播出 所以我今天的播出如果短篇的话 就让他循环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 如果长篇的教学的视频 我至少要听两遍 所以那个对我来说是极度重要 平常如果没有要听那个播出材料 我就一直不断听英文的那个Podcast 你们有在听吗Podcast 中文要怎么说啊 就是英文的播出 英文的播出Podcast播客啦 中文叫播客 你们听过吗 我知道喔你们都没有在听 师傅每天都一定要听 你看啊师傅 都可以发布英文文章的人 但是师傅没有 没有因为说自己英文很棒了 所以不用学习了 那我分分秒秒都一直在学习一直在学习啊 所以那个手机对我来说极度重要 他就是拿来让我听 听播出材料听Podcast 或者是听其他的那个播出 他就是极度重要 他就坏了 坏了我也没钱再买 我不像他那么有钱啊 他坏掉了他就再去买一支啊 我没有啊我就想 那坏掉了就坏掉了吧 那就那就不要用嘛 对吧 没想到李婷婷上个礼拜 她自己来跟我讲 师傅我供养你一个iPhone15好吗 你看不可思议吧 所以你到底在计较什么嘛 你真的是不需要计较啦 我不骗你啊 你网上查一下iPhone要多少 iPhone15要多少 5万多将近6万啊你要知道啊 我自己都舍不得买那么高级的啊 我现在的这个新的手机是 尤坚大博士供养的啊 所以我拿这个来证明给大家看 你真的不需要急急盈盈 你的痛苦你的不足诸佛都知道 他知道你需要这一个这个手机来听 来听你的教学来听Podcast 但是你现在没有了嘛 你已经都就是就是没得用啦 换了那个干电池八百块都没有用 都没有 好所以这一个图是自己不能救 为什么自己不能救 你想释迦摩尼佛要到我们这个三维空间 他如果没有业障 他能不能在这个三维空间来存活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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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必须跟我们在同频 他要跟我们同频 可是要怎么样可以同频啊 他要举手 他必须要共二业啊 他必须要共二业啊 他要扛我们的业障 他跟我们共二业 他的频率才会跟我们一样啊 你要知道啊 否则他来到 他即便降临到三维空间 他是会飘起来的 他没办法落地的 因为他就是特别轻嘛 特别轻 所以他没有办法落地 因此他要落地在三维空间 他一定要扛三维空间众生的业障 所以释迦摩尼佛要降生 说佛世界以前 现在哪一天等着啊 这个是儿童营的考题 他在哪一天等着啊 不是有这个天那个天吗 一大堆天吗 他在哪一天啊 你看嘛 我说儿童营的教材拿来考你们 你们全岛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答对过 在兜率天嘛 为什么选择兜率天 玉戒六天啊 玉戒我们这不都是玉戒嘛 玉戒六天 哪六天啊 四大天王天有没有 我们到寺庙里头不是有风调雨顺 四大天王嘛 对吧 四大天王天 那再来就是玉皇大帝那天叫什么天 刀利天 对然后再来夜魔天 夜晚上那个夜魔就是 释迦摩尼佛 oh sorry 不是释迦摩尼佛 魔尼宝珠那个魔 再来就是兜率天 兜率天就是谁的天啊 米勒菩萨他要降生这一个就是下一次我们的救主嘛 对吧所以他是从释迦摩尼佛是从那边降生投胎到三维空间来的 他为什么要在那边等 看这个机缘到了没有 怎么样可以融入 融入众生的这个业障 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啊 他就像圣洁的鸽子一样 他来到这个三维空间不是来享福的 你看他当王子 他可以完全享福对吧 他干嘛那么辛苦啊 他要再去出家啊什么被折磨啊 你看他的智慧有多高啊 他在皇宫里头走到东西南北四个城门外 看到生老病死这四个苦 他觉醒了 他觉醒什么 原来人生就是苦 所以我要去找一份找一帖解苦的药 就是这个 不是解自己的苦 是解众生的苦 所以圣人他跟我们的智慧差异在哪里 他看到别人受苦自己觉醒啊 我们呢 高等智慧的人是看到别人受苦自己觉醒 中等智慧的人是怎么样 自己受苦了 终于了知因果啦 哎呀这就是我过去是造的恶业今生来 来还这个叫做因果 这是中等智慧 低等智慧的人 自己在受苦的刀口槽啊 这都是别人害我的嘛 害我感染COVID-19嘛 这个人不就是低等智慧嘛 害我感染COVID-19 你们都不来帮忙 我已经是一个病人了 你们还叫我每天要打扫要洗衣要什么 谁要帮你的忙啊 你这么臭对吧 你的刀口这么槽外 这就是低等智慧 所以人的智慧的高低是从这里辨别出来 你看到别人受苦自己警觉到不能这么做啊 这么做是苦的啊 再来中等智慧是我自己陷在苦中 然后我自己会反省说 这都是我自己照做的 所以我以后我不敢了 这是中等智慧 低等智慧的人就是自己在受苦 还刀口槽外 你们刀口槽外的请举手 只有三个吗 林柔你应该要举第一个啊 你还在那边看别人有没有举手 你太可恶了嘛对吧 好放下 你一定要承认自己业障深重啦 你这背了几千万的债务 你还不承认你业障深重 对吧 天底下有重人 对吧 好 各位大家好我是蒋路航 法师这个举例就跟我们跑阅读量一样嘛 法师是上上志 所以还没跑他就 法师您就知道什么是重点 应该怎么跑 话题才是重点 对 那中等智慧就是 我们已经被K的半死 然后想尽各种办法 去跑 然后从跌到谷底的时候 或者是升跳天的时候 去比较 这是为什么有造成这个差异 那最后就是 就是一直找不到原因 跑不动啦 跑不动啦 还怪 对对对 可能就是我们刚开始的 可能什么都不愿意做 那就埋着头苦干 像那个鸵鸟一样 埋在土里 然后用尽各种方法 哪怕你 你把全身的精力 通通都24小时不睡觉 但是问题你用错方法 根本不知道错误在哪里 还是比 对对对 你用错方法 是没有办法的 是没有用的 真的 一定要注意 师父讲 怎么规定怎么做 就是告诉你 你不能越举 你超过规定 就是代表你已经在造二 像今天张兆林他不是 他跟你一样要找一个人 对吧 然后昨天的规定是中午12点要交卷 对吧 我问你 你也没有 我问他 他也没有 好没有就算了 我就是准备要寄你们一个人两个大过 然后他就跟我讲两点多的时候 他突然跟我讲他确实找不到 我说你 你一辈子一个朋友都没有吗 我说这叫做悲哀 然后到四点多 我不是四点的时候就 发布那个长条文 说我接引了多少人多少人 对吧 那是四点 因为发完那个我就要赶快要做今天的PPT了 就根本不可能有空了 对吧 然后他到四点多的时候突然来告诉我 他接引了一个人叫郑摩西 就是那个先知那个摩西同一个名字 然后他说 我师父为什么没有在你公告的那个名单里 我说你几点应该要提交名单 他就没讲话 我说我规定是12点 为什么告诉你们不能违规 因为你干扰我的作业系统 我四点了 我还理你的郑摩西吗 对吧 你投交给我 我不是这样子到此就为止 我还得上报去大会 对吧 我要搞到几点 你从来都不站在别人的立场在想 所以为什么一定坚持告诉你 你不要怎么规定你就是一定要怎么做 你千万不要违规 因为每一次违规你都带给别人无限困扰 你自己不知道啊 对吧 我今天彻底就 他就猜解这个道理给张兆林听 他后来他就说我实在是太不堪了 他就说必须真的必须要忏悔 我说你本来就应该要忏悔 唯师班上了他们上了两年多 我才接我交了一年多了 你头头都将近四年了 我没看到你们的践行啊 你们的践行是零分啊 你只有听课是没用的啊 你要践行啊 我看不到唯师班的践行啊 我也看不到你的践行啊 对吧 那个翁翠萍被我逼了 他这一次有接引成功 他被我逼了 他也接引成功 对他那个接引成功功劳一半是要我给我的 为什么 他不去接引邱碧霞 他说他不要去接引他 我说你都没人可以接引了 你还不去接引邱碧霞 我说你加减去接引吧 结果我没想到接引成功了 对吧 你们就是这个也不要 那个也不要 我今天就在他身边 因为我们从医院回来嘛 就在他身边 我就是一定要把他接引到满三十个人 我还差三个人 我就不死心 我想我一定可以接引三个人 廖沛君跟我讲那个尤本阳要去植牙 所以不能来参加大活动 那没关系我就赶快找这个找那个 因为时间很赶了嘛 而且那时候是午休时间 对很少人接我的电话 然后 然后花了将近三个小时 将近三个小时 如果是你 你愿不愿意 蒋路华就在身边看 蒋路华他就等得不耐烦了 他就去逛街了 然后我就一直一直一直努力 就为了这三个我一直一直努力 在车上还是没办法 他说他要上卫生间了 好 我说好吧那你赶快回家吧 然后我也开车回去了 因为我要做PPT了 到了我疗房的时候 我没有马上做PPT 我还是电器的我那三个 所以我想那时候三点还可以再跑一下 最后我找到了沈其君 沈其君不是你接你来上课的吗 那你为什么都不干啊 你什么都不干啊 对吧 你应该要去接他 你没有做啊 对吧 沈其君他说他一个人来 我说你应该要带你的夫人 还有你的小儿 因为他女儿有 就是有精神疾病嘛 我说你带他们来 那个整个场子都是高能量 你一定要来 后来他说好我现在打电话问问他 我说好我帮你加持 结果他的夫人也愿意来 他女儿也愿意来 我一口气我就增加了三个 对吧 你们有这种毅力吗 你们没这个毅力啊 你见到一个没有了被拒绝了 你就不干了 对吧 失误可不是这样子的 失误就是我还差三个 我自己设定一个数字嘛 你不需要别人帮你设定嘛 你自己就要想啊 对吧 我要设定一个 我今天就是到三十 明天我还有我明天的目标额 你应该要这样子做 你当业务经理更应该要这样做 不能以我已经接引了两个人为满足 不是这样做法 对吧 失误一个人可以接引三十个人啊 对吧 最后的那三个 讲的话亲眼看到 我不是那么容易喔 真的我不是 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够接引到人啊 因为有的电话没有接 有一个中央研究院那个老师 我特别希望他来 但是他是天主教 那无所谓 他就说那天十二月三十号他们教会有活动 他走不开 对 然后还有一个在故宫博物院上班 他得到COVID-19啦 他不能出现啦 对 所以我都去找啦 我都去找啦 你要知道 所以我讲这么仔细 要你学我的做事啊 你才有可能解脱你的苦啊 释迦牟尼佛 他为了降生三维世界 所以他一定要扛三维世界 众生不只是人 众生的所有的业障 所以他不能救自己的疾病 为什么 因为他如果完全没有业障的话 他就升天去了啦 他就没有办法在这里啦 对吧 所以他不可能完全把自己的病 全部都通通都扫干净啦 但是他投胎降生在三维空间 最主要是这一朵 他为世人带来解套苦的方法 所以我才讲 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 证悟了三大真理哪三大 三个礼拜考啦 我看你这礼拜还记不记得 好 师父各位师兄 弟子翁翠平试着回答 第一个就是四圣地 第二个就是十二因缘法 第三个就是中道十相 对 死背他都很会啦 然后 要花脑筋要去思维的都没办法 希望你成长到你自己能够思维 不要只是做死背题 那就不就跟以前的张建兵一样吗 答的通通都是死背题 那是没用的真的 所以这朵玫瑰花代表他要传授给世人给众生 救世人众生所有诸苦的妙方 有世间的方法 世间的方法有哪些 那个释迦牟尼佛视线的世间的方法有哪些 出世间的方法又有哪些 都不知道 这么简单你也不知道 世间的方法 他视线神通啊 阿南不是在手嫩眼睛里头 这又是儿童营的 儿童营我讲那个阿南去托波路过 魔前女 魔前女她很漂亮啊 路过她们家的时候 就被她的女色给诱惑了 差一点她就迷失了 这个时候 释迦牟尼佛知不知道啊 什么不知道 释迦牟尼佛当然知道阿南迷失了心性了嘛 对吧 已经都快要跟人家上床了嘛 对吧 所以释迦牟尼佛就用光照照射堂 叫她要觉醒 叫她要赶快离开摩登前女 这不就她视线的世间的方法吗 对吧 师父有没有视线世间的方法 有没有 师父是我啦 有没有视线世间的方法 有没有视线世间的方法 怎么视线 好 好 我試您的試的回答 就像現在師傅教導我們幫助眾生的方法一樣 像辦的活動一樣 事件在 可是事件 師傅事件什麼 短時間之內可以找到這麼多人 對 短時間之內可以找到這麼多人 可是這個不夠犀利 不夠漂亮 還有什麼 師傅的視線 好 又講漂亮的嘛 譬如說上次那個 林毅師兄他不是寫了好多校長 未來校長的當選人嗎 對 候選人 候選人 哪一個會上 哪一個不會上 對不對 那再來就是那個 結果他給了我五個名字 這五個人我當然都不認識 因為我也不在教育界 他說師傅這五個人 都可能成為我們的校長 你說哪一個人會上 我說這個人會上 他說這個人我不喜歡 我說我不管你喜不喜歡 那我不可能聽你的嘛 對吧 最後公布出來 就是那個人當選了 那你該怎麼辦 對吧 你修身養姓法 你不喜歡也得喜歡 譬如說那個楊宗林師兄嘛 事實上法師在點 他弟弟 對 對 就是楊宗憲弟弟 事實上法師在點 有時候官已經來了 不能講那麼明 所以他就講說 那個怎麼FB官起來了怎樣 就是要點醒忠憲 要趕快去關心這個人 因為這個有問題 但是法師不能點破那麼清楚 只能旁敲側擊 那所以最後沒有 法師已經有靈感知道 這個即將要出事 才會去點 才會去點我們嘛 所以我們要知道法師 法師在點什麼 代表是這個是即將要發生的事情 譬如說他要開刀 他七月份他的醫師就說 你十月份準備開刀 他又情緒低落了嘛 到處亂發脾氣嘛 對吧 然後後來來上課的時候 他跟我講說 他的醫生說他要開刀 我就說那 我說師傅今天我才知道啊 我說你可不可以 跟你的醫師商量 再給我們三個月的時間嘛 我們努力一下 看看有沒有辦法 可以免開刀 結果你看吧 他的醫生也說 好 三個月沒有問題 我們繼續觀察 你看 你 少癌一個刀嘛 少癌一個刀 不代表你的病好了 你要知道 少癌一個刀 代表你有足夠的時間 繼續聳經 繼續消瘀 所有的病都是業障啦 對 好 師傅還有個師兄 我媽要用喬喬喬的 臣民試著回答 我覺得 對我來說 真的覺得最不可思議的是 我的課與認證 居然會過 對 課與的認證 對 這是因為 我覺得我可能得失心太重了 我覺得那天沒有睡得很好 你認為你一定不會上 對 然後那個文章我也覺得我看不懂 但是我居然 竟然就上了 我們一上課就回向 對啊 可是你知道師傅怎麼做的 師傅一上課上來就說我們現在陳敏玉正在考試 我們大家一起為他回向 他在考課語的教師 師傅比你更清醒 你要知道 他就知道我考試的狀況很好 對啊 可是 可是竟然就考上了 歷史太多了 歷史太多了 當事人在那裡嗎 翠平師兄他的子女的問題 法師預言得相當準 所以為什麼翠平師兄 他可能都不知道 但是為什麼翠平師兄常常要什麼事情來問法師 那因為法師有時候就會有一些預言 那果真後來的走勢就是這樣 事實上法師早就已經預言是這樣子 早就已經跟你講你什麼要嫁給韓國人 你去送死 你嫁給韓國人要幹什麼 不可能的 你的婚姻根本不是在那裡 你運勢要嫁給人家要幹什麼 我就說不用了啦 你們少費那些神啊 然後他就說 他要拿一個韓國的代理 我說 好不好 你如果很愛做你去做 最後也不會有結果 現在不就證實沒有結果嗎 不是嗎 快要拿到也拿不到啦 我告訴你 不可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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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到自己都憂鬱症了對吧 所以然後你們翁翠均也不學佛對吧 所以拼命供養 拼命供養 你供養當然師父感恩你的供養 但是師父更希望你要上課啊 你要開智慧啊 你不能永遠都是靠師父給你加持啊 對吧 你天天努力幹錯事 然後要出事了就來找師父 來師父加持一下 對吧 你不能這樣子嘛 對吧 就像你股票套牢了 哭哭啼啼來求師父解套 我說你解套了你就不要再玩股票 你有聽嗎 你沒有聽啊 你解套了以後玩得更大好嗎 這不就是業障嗎 對吧 所以不能這樣子啦 真的沒有意義啊 你沒有受苦 你是你沒有受苦挨打 你都不會成長 一定不會成長啦 對 那斯亞摩尼佛下來上位空間 帶了這一朵玫瑰花來 幫助世人救所有的諸苦 為什麼他一朵玫瑰花可以救所有的諸苦 One two three go 為什麼 One two three go 這麼簡單你不會嗎 我出的每一題考題老師說我都覺得非常簡單 就像一花一世界我有說 我那時候要出一花一世界給大家的時候 我跟講話講這個好主義這個很簡單啦 你們一定每一個人都會 然後搞了一年多了你們都不會怎麼辦 為什麼 為什麼他一朵玫瑰花就能夠救所有的苦 為什麼 同學大家好 就像法師在講啊 那個 楊中誰啊 楊中棚 楊中棚 要非常小心 法師已經都點了 如果今天他不來上課 沒有從思維上面下手 他還會再繼續他以前的過 不是以前的慣性 對一定的 這還會再一次 所以為什麼法師希望說 趁了不要去錢 因為你的慣性你賺不到錢 你沒有福報 而且後面的官一直在等你 你不趕快來解 你慣性 是不行的 太公高了 是啊 所以這最後的苦都是在中獻身上 所以為什麼法師說 你一定要趕快度化家人 對 不然中獻就是扛起整個家族的 每一個人都給你粗皮肉 然後都要你負責 最後連你都垮下去 所以絕對一定要請他來上課 只有從義理上面下手 他自己知道 才有可能斷絕後面的後患 不然那個習性趕不了 趕不了 太狂妄自大 太公高我們了 真的要為了小錢 後面你要賠償 對 為什麼我說那個楊宗憲要趕緊度化家人 家人不是只有玉琦跟楊晴雨 你的兄弟 你的兄弟不也給你除很多皮肉 對嗎 對嗎 好 你們還沒有回答 為什麼一朵玫瑰花可以救所有的人 為什麼 1 2 3 go 楊宗憲 來楊宗憲 各位師兄好 我讓你敲敲敲 地址楊宗憲 師子回答 好 因為那一朵好好想的就是 終極本質 因為所有的其實都是 終極本質所變化出來的 那再來就是佛語意念說法 那眾生誰類各得見 對 對 OK 這樣你們可以聽懂嗎 可以嗎 可是沒有慈其要害啊 為什麼拿那一朵可以救所有的人 為什麼 好 來 他的理論是沒有錯 但是沒有慈其要害 On our own 巧巧法師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蔣露華試著來分享 因為那個就是苦的來源 玫瑰花是苦的來源 對 他就是解藥啊 讓我們知道苦 我們這些苦是從哪裡來的 好還有嗎 好 好 那個 對 你看喔 這一班的同學了不起就是 他怎麼被師父還K 但是他不起煩惱的 他照樣搶答 對吧 這就是你們要學的吧 你被師父K了然後起煩惱要幹什麼 跟你自己過意不去嘛 誰會理你啊 對吧 師父寫長文 王阿倫請早老是林總師父回答 我從府當中 雖然他是一朵玫瑰花 但是師父他帶來的是一種 散播高能 散播能量給世人 傳達 傳遞的能量 好 他傳遞能量 所以你們都沒有直接要害啊 你要知道你會生病 只有一個原因 是什麼原因 業障嘛 對吧 這朵玫瑰花 就是讓你知道 你苦的來源就是業障 再來怎麼解苦 解苦的方法有什麼 聳經念佛持咒懺悔 這不就還有回向 這不就是解苦嗎 對吧 方法講的那麼多 對吧 聳經念佛持咒懺悔 你都沒做 然後你說你會賺大錢 然後你說你的病會好 打死我 我也不可能相信 這不可能嘛 因為你生病 不管你是肉體的病 財苦各種的苦 最主要是因為業障 你照幹壞事做錯了事 然後你小鼻子小眼睛自私自利 這些通通都是壞事啦 這就是讓你病苦的原因嘛 病苦財苦 諸事不勝利的原因嘛 他就是來 這一個紅花是一個解藥 可是他要先讓你知道 你所有的苦來自業障 你要認識業障 是你自己造作來的 所以世間法的解藥 在有向培伏 他傳授了聳經念佛持咒懺悔回向 可是你這樣還不夠 為什麼 這樣你還是落在因果 你過去殺人這一次會被殺 是必然的因果律 那你說輸我要怎麼樣 才能夠不被殺 是文書去杜化 杜化誰 波斯尼王 阿舍士王 他就是殺死 為了奪他父王的王位 把他父親先軟禁 最後把他殺了 殺了以後 波斯尼王他特別害怕 特別害怕 每天都做噩夢 然後就請文書到皇宮裡頭 古時候 古時候的人請生人到家裡也好 到皇宮也好 就是要公災 親近的供養出家人 出家人接受了供養以後 要為當事人獎金說法 他就跟阿舍士王 就是波斯尼王講說 你的害怕就終極本質而言 它是不存在的 因為終極本質是如入不動的 所以你根本不用害怕 但是就世間法而言 世間因為受到因果律的束縛 你殺了人 你要怎樣 你要被殺 你還是得要去 付這個死債 他說那我該怎麼辦 他說因為你懂了終極本質 是不可思議的 是如如不動的 所以當你在面對死債 你在被殺的時候 瞬間你是跟終極本質合而為一的 所以你的肉體不會感覺疼痛 因此 你一定要謹守這個終極本質 然後你歡喜去面對這個 就是被殺的這個 世間的苦 你的業在 你的因果律 但是因為你懂道理了 所以你瞬間你就得到解脫 所以有相賠福還不夠 要怎麼樣 要無相修智慧 所以他的所有的 釋迦摩尼佛證物的三大真理 前兩個都是有相賠福 中道實相是無相修慧 三個合起來就是這朵花 這樣可以懂嗎 所以至極不能救的原因是怎麼樣 至極之所以不能救 原因是什麼 為什麼 世尊的自己的疾病不能救 譬如說吧 他去誤認了一個師父 要他修苦行 一天只能吃一粒米 搞到他瘦到不行 對吧 所以蠟八節就是農曆的十二月八號 要吃蠟八粥 蠟月就是十二月八就是除八 蠟八節的時候要吃那個牧羊女是 他因為碰到牧羊女給他的一個乳迷 乳迷就是像羊奶 像很濃很濃的那個羊奶給他喝了 所以他開始有精神好了 對吧 但是寺院都是用蠟八粥 用粥來代替那個乳迷 這也是他的業障啊 對吧 他迷失了 迷失一陣子 跑到邪師那邊去了 對吧 對吧 這就是他的業障 最後他要圓急的時候 他還視線拉肚子 為什麼視線拉肚子 即便你最小的一個業障 你自己都得了 沒有人能夠替你了 所以你要殺 你盡情去殺 你自己得要了 沒有人能夠替你了 你要知道這個因果報應 太深刻了 阿瑟士王 文書也對阿瑟士王說 你貴為一個果王 你殺了你的父王 你還是得要被殺 但是因為你認識了終極真理了 對吧 所以當你在被殺的時候 你不起任何的誠恨心 而且你很快就能夠過這一個史關 對吧 問題是你們業障深重 你能夠那麼快就過這個史關嗎 你自己應該要問問你自己 對吧 所以光這一個主題 他就視線了幾個重點 第一個 自己不能救 是因為他落在三圍空 三圍空間 與三圍空間的眾生同一個共二業 所以他有業障 對吧 然後能救諸吉人 就是他獎金說法 建立身團 然後告訴眾生你的病 你的業障 是從你的造作的業障而來的 所以他傳授了有相陪伏 聖經念或持續唱會 無相修會 智慧的方法 就用這一個紅花來代表 白鴿就是代表他的聖結 他的聖結雖然他也在三圍空間受苦 但是他不受影響 好 那今天我們的主題 叔叔講了很多 這個上個禮拜的佛出五濁二世 然後現行施法 用現行施法 用這個方法救度眾生 是用什麼方法 方便法 這個是這個禮拜的 刺激不能救 是因為他處在共二業 然後他傳授那個秘訣給眾生 對 我要把這個一畫一世界 來報告一下 我講喔 你上不了榜 對你來說就是悲慘的事 像林柔他上個禮拜講得太爛了嘛 對吧 所以沒有辦法上榜 你也沒上榜嘛 因為你在台上就愣在那 可能都三十秒一分鐘啊 我怎麼讓你去上榜 沒辦法 謝民宗他也愣在那 但是他反應比你吉林 他愣在那的時候 他自己就趕快又出聲 他真又在講 講五四三的 沒人聽得懂的 但是他在重整他的示威嘛 對吧 你就沒有啊 你就呆呆的就在那 拖那麼久要幹嘛啊 不能這樣子啊 不能這樣子 這樣子掛上去會被人家笑耶 對吧 好 生命的啟發要六十秒 我這邊應該要改一下 道科醫院只要十秒就可以了 根本不是講那麼長沒有意義嘛 對吧 期許也是十秒就好 所以這邊就有六十秒加二十秒二十秒 就有一百秒 你們就有比較充裕的時間喔 好 更重要的我排出新的 新的那個時間表了 下個禮拜是蔣路華 他又跑去上衛生間了 再來陳茗玉 可是這一章我沒有掛出來喔 你自己要抄一下 你自己要抄一下 楊宗憲是一月十八 你抄你自己的就好了 你不用抄別人的 對 這個就是一月份到二月十五號的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喔 對 對對對 對對對 什麼什麼農曆年啊先不管啦 那你到時候就是順年了 好 來 所以你太呆了嗎 師傅碰到這種問題就想 其實順年啦 你管他什麼時候過年 有沒有碰到 對吧 師傅 各位師兄 我是翁翠萍 那個我是2017年年底的時候 因為收到師傅的一張開課的傳單 就走到師傅的課堂上來學習 一直到今天受益良多 我今天要報告這個一花一世界的生活心得 那我的日月星 日就是我 月就是我的老鄰居趙太太 然後星就是搬家 如果沒有我四十幾年 大約四十年前搬到我現在的住家 就不會有那個大概十三年前 這個趙太太她跟她先生兩個人搬到我 我住家的樓下 然後就變成了好鄰居 相處了十三年 那如果不是這樣子的話 也不會有這個月初 然後那個趙太太一家人又搬到了別的地方去了 那我深深感覺到這一切都在宇宙萬象當中 然後這個變化都是有如曇花一現的 那海森堡測不准原理就解釋了這個現象 就是電子的速度跟位置是不可能同時出現的 而這個電子的位置跟速度代表時間跟空間 也就是說任何事情的發生 它的那個發生的時間跟空間都是難以預測的 這就是我們說的無常 然後這個事情 這個現象界會出現就是因為 這個雙縫實驗可以解釋就是說 我們人的信念投射出去去關注了 然後就形成了這個你看到的現象界 然後但是呢 不是這個就形成了這個現象界 然後帶出來的這個有玻璃二象性的這個作用 就是當我們以這個例子坍塌態的形式存在的時候 佔有了時間跟空間所以就被看到 但是當這個趙太太她們一家人搬走了以後 我對於她們來說跟她們對於我來說 都是回到了宇宙波函數的能量場 又回到這個疊加態的形式存在 那就無限的可能就不能被看到了 雖然是這個樣子 但是這個宇宙萬象仍然是密不可分 宇宙萬事萬物是密不可分的 那個宇宙全習慣可以解釋這個情形 就是宇宙是由多維的空間組成的 各維空間都是互為子集合 然後在宇宙最高層的這個諸佛會放射這長極光 照射到所有的各維的空間的眾生 那這些它照射的這個長極光是包含了這個 是包含了這個光波的這個震幅跟相位 然後所以是360度沒有死角的這個照射 那所以我們在三度空間的人也是一樣 我們所有的事物我們都被這個最高的這個長極光照射到了 那因為那個照射的特性 所以就是說即使我們只是人的一小部分局部 但是我們被照射到的這個長極光也是能夠融射到 這個光照的所有的完整的訊息 那所以說所有的那個心佛眾生是無二無別 就是我們背後的連線是一樣的 那只要因緣成熟的話也是可以成佛的 那我覺得在這個課堂上能夠聽到這麼殊勝的佛法 所以我很希望這個雲端的善性大德也能夠下來到 到凡間能夠來跟我們共享 謝謝 謝謝 那是36 那是温身還是雨時的 好來點評 1 2 3 Go 1 2 3 Go 1 2 3 Go 好來 好 師傅還有各位師兄 1 2 3 Go 1 2 3 Go 1 2 4 Go 首先就是第一個我覺得它語速有加快 然後它整體而言講得比較流暢 嗯 然後在科學理論的地方也講得比較清楚 清楚 跟鉛筆器 缺點 缺點的話就是 雖然他說日月星 可是我覺得其實只有日月 就是他和趙太太這樣子 對 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 而且顛三倒四 好 來 One Two Three Go 這邊要加油 這邊已經有了 這邊 One Two Three Go 要加油 別人在講的時候 你就要聽清楚 對吧 錯誤的地方就要寫出來了 你看師傅每次點評 點評出來了 都跟你們不一樣 你也在聽 師傅也在聽 對吧 One Two Three Go 三次了 好 師傅 各位師兄 地址長 縣市的點評 首先也是 就是剛才講的問題 日月星的部分有點交代的有點雜亂這樣子 雜亂 對 對 那就是整個 而且那邊時間也花費比較久的時間 對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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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很輕快就帶到主題這樣子 對 然後再講那個 測不準原理的時候 他提到空間跟時間 但是好像沒有提到速度跟位置的部分 他可能就要把那個時間跟空間來代替那個位置跟 因為速度跟位置是原理 一定要講 速度跟位置一定要講 你把它詮釋成時間跟空間 那是你的事 對吧 對 對 對 所以他是他背後的原理 他沒有去解釋這樣子 對 對 是 那我是整個 我是覺得他優點是整體都還蠻流暢的 對 那語速也蠻適中的 不過很遺憾最後還是語時 還是語時 對 好 好 因為時間的關係 尤本雅 你要不要嘗試著點評看看 雖然這個很困難 對你來說 因為你沒有從頭接受這個訓練 但是能講多少 剩多少 師傅是對你非常重視 才會給你這個機會 師傅 各位同學 我非常要嘗試 有非常順利的講評 我是覺得我回顧上面到現在 聽這個生命實現 他的邏輯概念是最靈貫的 最靈貫 最靈貫 OK 好 好 好 那算現在師傅來點評 他的日月星是超級亂 就是他什麼趙先生跟趙太太啊 他不需要講得那麼啰哩巴說 就說我有一個鄰居 趙先生跟趙太太 十三年前幾年前那不是重點 十三年前搬來這兒 然後現在又搬走了 所以我們當鄰居只有十三年 這個就是來告訴我們世間的無常 從這裡切進去海參堡就好了 你落地八燒的什麼 他們搬來這裡 然後又我跟他們當鄰居 當了十三年 然後他們又剛剛搬走 講那些沒營養的話少說一點 你平常就是太囉嗦你知道嗎 那個蒋路華每次問我說 那個翁翠平他是很恭敬 他真的很恭敬 他每次供養師傅 一定寫得非常的清楚 師傅我供養 我今天供養什麼藥食是什麼 水果是什麼 水果有幾種 我又切我又切了我又洗了 是非常的交代得非常的清楚 可是你這一套用到那個台上去 就不對了對吧 你該刪減的要刪減 譬如說你那個趙太太趙先生那個 不是重點 你的日月薪沒有發揮那個功能 他們搬走了 好那你說他們搬走了 可是從你的整體的那個科學領域 理論裡頭你要代表什麼 他們搬走了 好那你說他們又 你跟他通通都回到了那個什麼 對 宇宙的那個波函數能量場 是這樣子嗎 當然不是這樣 你當然還留在這兒 當我們的主角對吧 你怎麼可以回到宇宙的能量場 是大錯特錯 另外一個非常嚴重的錯誤是什麼 他說因為雙方實驗 因為新的觀照 所以成就了現象界是這樣嗎 是這樣嗎 不能這樣子講喔 你因為新的關注 所以他成就了歷史的坍塌態 所以有現象界 你這一個成就歷史坍塌態 你不能省略啊 因為現象界就是看得到的 每一個現象界它都是歷史坍塌態 這個歷史坍塌態你也是歷史坍塌態 每一個通通都是歷史坍塌態 但是你歷史坍塌態你沒有講啊 你就說這個生物實驗成就了現象界 這大錯特錯啊 你不能這樣子講啊對吧 所以雖然你們都說他講得很好 但是我認為那個出錯的地方是非常嚴重的錯誤 非常嚴重的錯誤 譬如說那個海森堡車不準定理 就是楊宗憲講的嘛 你的理論基礎你沒有講出來 你自己把你自己的詮釋套進去了 海森堡試講說因為電子的速度跟位置 它是沒有辦法同時展現出來 那因為速度就會發展變成你測不準的時間 位置會發展成你測不準的空間 但是你理論你沒講啊 你反而講的時間跟空間 這是不被允許的 就是你講了你的詮釋 但是基本論理論你沒有講 這好像以前沒有人犯過這種大錯誤 就是他跳得太快了 他跳得太快了 對 再來就是那個 那個宇宙全習慣還是不清不楚 宇宙全習慣為什麼會發展成為 就是他怎麼樣以局部融色這整個整體 你沒有講的你沒有交代的很清楚啊 局部宇宙全習慣最精彩的就是 我的小指甲能夠融色諸佛的智慧跟德相 可是這怎麼來的啊 你沒有交代的很清楚 是因為長極光照射下來 是量子光波的正幅跟相位 是量子光波的正幅跟相位 那如果不是的話 一般拍攝的照片是平面的 為什麼 因為你採集到的是光線的強弱而已 你沒有比較出來嗎 對吧 這都是大重點 你都沒有講喔 你都沒有講喔 因為你採集到的是量子光波的正幅跟相位 所以即便我的小指甲也是一樣 他採集到的就是長極光的正幅跟相位 所以他會呈現360度沒有死角啊 就是我的小指甲也納受了諸佛的智慧跟德相 我的一根頭髮也納受諸佛的智慧跟德相 的原因出在這裡 這你一定要交代得非常的清楚 這個你沒有交代很清楚的話 就佛法就變得莫名其妙嘛 對吧 好 那下個禮拜是誰啊 剛剛 剛剛講下個禮拜是誰 下個禮拜是你嗎 喔1月4號對是你 強化常人原子習慣 我們都是常人嘛 怎麼樣我們可以被強化起來變成 超級超級的強人 變超人 變超人 對 怎麼樣可以做得到 就是我們如果可以被強化起來 我們的病就會好 我們的苦就會減少 我們想要有錢我們可以有錢對吧 這個是原子習慣是一本書 那這個作者他親自來為我們解說 他的書裡頭他要闡述什麼 但是你的新的報告千萬不要抄襲 我發現你們越來越多人抄襲喔 如果有好運氣,時間會成為你的 ally 如果有好運氣,時間會成為你的敵 但如果有好運氣,時間會成為你的敵 如果有好運氣,時間會成功 會成功 然後每天都會按摩 每天都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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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每天都按摩 每天都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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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成功 每天都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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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th power then he gets 37 times better by the end of the year if you get one percent worse 0.99 to the 365th power then you drive yourself almost all the way down to zero you know look real life is not exactly like a mathematical equation right your habits are not exactly like this formula but i do think that it highlights an important concept which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aking a choice that's one percent better or one percent worse on any given day is relatively insignificant like it's very easy to dismiss and this is i think one of the things that makes it underappreciated or underestimated you know like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eating a burger and fries for lunch today or eating a salad or going to the gym for 30 minutes or not well on any given day not a whole lot you know your body looks the same in the mirror at the end of the night scale hasn't really changed it's only two or five or ten years later that you turn around you're like oh you know those daily choices really do add up and i think you see this pattern again and again throughout life like take knowledge for example look reading for 10 minutes a day does not make you a genius right it's very easy to dismiss but the person who always does that over 5 or 10 or 20 years yeah really meaningful difference in wisdom and insight productivity is the same way doing one extra thing does not make you an all-star but again over 10 or 20 or 30 year career that can be a really meaningful difference in output so this pattern shows up again and again what starts out small and relatively easy to dismiss compounds or turns into something much more significant over time one two three go 批判思維 強化常人你我都是常人 原子習慣他要強調是你要必須從小小處做起啦 你一下子就要做很大的改變那是不可能的啦 好來 師傅恩阿倫恰德啦我是您的適合回答 從影片當中讓我體悟到已經是像我們跟師傅學佛一樣 真的我一開始一直聽覺得聽不懂 雖然當中聽不懂當中讓我體悟到一說 雖然我聽不懂很多人也是有這種感覺 但是都是無形中雖然我聽不懂但無形中我已經吸收到一點一點點 對 累積下來 對對 都是從小地方累積起來 那九九十東東 就像那個李立雲他也是完全都聽不懂 但是他都可以答對 到了維世班他更聽不懂啊 那真的是鴨子聽雷啊 對吧 因為民鄉那麼多 但是他堅持導課比謝民宗強嘛 對吧 江民宗有一搭沒一搭 對 我講到都懶了 都不想講了 對吧 當我把一個人放棄的時候 其實你就沒什麼希望了 對 好 我要講你們是因為我對你還抱著希望 我覺得你可以栽培 所以我要為你加油 如果我都不講你的話 那你就等著看吧 因為你自己不自救嘛 我在旁邊敲鑼打鼓要幹什麼 對吧 棄不是棄我啊 你自己都不棄啊 對吧 我幹嘛跟你跟你在那邊鬼混啊 在那邊混吃等死要幹什麼 歐拉拉 敲鑼 法師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蔣路華 試著來分享 這個就有點像滴垂川石跟那個棕辱石一樣 你看是一小滴一小滴 結果日居月累 你每天進步 每天一滴 你終有是變成一個奇景 對不對 那這個是需要注入能量 你變成說哪怕是每天就進步那麼一點點 但是你是往一個方向 所以我們自己要自己負責 你是往上還是往下 就是 這個視頻最珍貴的是比較出來了 點滴穿石的功夫 一點一滴 很重要他指出來 你必須要在正確的軌道上面下功夫 你在錯誤的軌道 你正確的努力 你在正確的軌道下功夫 你一定一年可以進步37倍 這個數字很驚人 因為你看到他怎麼算出來的 1.01 你進步0.1而已 乘以365次方 你一年就進步了37倍 你在錯誤的軌道 再進行的話 最後你就落入到負數 對吧 你就爬不起來了 真的不要只小看只有一年 對吧 讀書生產力乃至於世間出世間的修行 其實是同一個道理 同一個道理 沒有捷徑可以走 你要老老實實地走修行的路 你要老老實實地面對你自己的業障 所以你的新的報告 我下的那個主題是 見微知住 什麼叫見微知住 見微小的地方 知道什麼 住是什麼 住就是顯住嘛 你從很小的一丁點的改變 一年以後你看到 巨大的顯著的進步 或顯著的敗壞 請你告訴我方法論在哪裡 你要讓你一年就成大救 什麼做 你要一年以後衰敗 就像李善君去吸毒 然後又結交了那個 九郎的那個女市長 最後一年下來 他自殺死亡了 這個就是最好的例子 對吧 所以這一個道理 太重要了 你真的不要小看一點點 你即便只是聳一部經 你累積起來都不得了 真的不得了 對吧 師父的修行的那個經驗 我在英國根本不可能 奢望有人交了 完全不可能 那個年代 也沒有什麼電子辭典 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 也不可能有人交你 因為英國的國教就是聖公會 對吧 不可能 你別奢望有人交你 師父就是老老實實 老老實實的 一天四部文書的經典 你們沒有到現在 我來教你們 都已經15年了 你們沒有一個人能夠做到像師父這樣子 文書四部經典 而不是要是經 四部啊 對吧 文書一部要多少小時啊 四部啊 我也在上班啊 對吧 不是你在上班而已啊 你們常常都要講 我在上班 你在上班有什麼了不起啊 因為不是師父遠 不是沒有上過班 我現在的工作量 比你上班多上幾百倍啊 對吧 就是我的毅力 你們是跟不上的 我就為了找那三個人 我就停靠在路邊 我就一直打電話 一直發信息 一直發發發發 找不到這三個人 我回來了以後 我又一直發發發發發 防天不負苦心人 終於找到了 我要找了四個 來不及上報 我上報了三個 還有一個明天才會出現 對 所以你們一定要學啦 見微止住 見微止住 師父的功夫 絕對不是你們想像的 那麼容易啊 那麼容易 一下子點石成金 師父什麼都有了 你太小看師父啦 師父背後的努力 不是你想像得到的 各位同學 我們已經觀賞完了這個精彩的影片 強化常人 原始習慣 那麼這個影片呢 是來自一本書 叫《原始習慣》 這書中他簡介了點滴穿石功夫的理論 要在正確的軌道上下功夫 正確努力 一年進步三十七倍 錯誤的努力 一年最終進入負數所得 讀書生產力 乃至世間出世間的修行 是同一道理的 所以咱們新的報告第一段的段落名稱 師父設定為 見微止住 方法在哪兒呀 所以要提供方法論 請您融入佛教的義理 以及今天的教學主題是叫做 自己不能救 能救諸疾人 怎麼樣來幫助眾生解脫諸苦呢 以下師父提供了一些方法 請您來參考 首先我要講 原始習慣有四大綻放 原始意志極盡微小處 也能夠綻放生命的璀璨與睿智 方法如下 第一個 深沉的感知 感知當前習慣的不利 所以必須學會生花思微 避免膚淺的不持久 因為深沉才能夠帶來徹底的轉化 第二個 渴望改變 強調不變的不利 必須持久改變 消夜絕對必要 否則被業障殘服 一業障目無盡扭曲 那痛苦橫生 第三 跨出第一步 不開始永遠不利 這就是落實 跨行 由理論進步到實踐背後的支撐力 那就是業障不斷的減輕 第四 激勵自己 為自己帶來正能量 200到700能量 同步要向金 拨勞立革 收穷 河 取得聖人的高能量 700到1000能量驕 才能夠真正有效 而且持久的激勵自己 讓自己永續地在正確的軌道上前進 以下师傅要来提供各种不同的训练方法 所谓的健威支柱点石 滴水穿石的方法论 原子习惯强调的就是小 有小地方成就起来 发挥穿石的巨大成果 想要成就这种不可思议的效果 必然要由生花思维做起 方能带出内在的觉醒 终至超越一切烦恼 所以真正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转化 转换点的是内在的觉醒 所以无相修会是直牛耳的关键 方法如下 以下都是无相修会的方法 第一个直觉思维 训练 面对意识时代的挑战 直觉思维是当代科学家公认 对治人类困境最强有力的力气 2002年以色列的心理学家 Daniel Kahneman 他获颁诺贝尔奖 经济学的奖项 虽然他是心理学家 但是他获颁的是经济学奖 那么 Kahneman他的名言 特别的短小精干 他说 直觉思维就是不假思索的不多也不少 直觉思维是直观 是灵感的泉源 也是开发波浪制 波浪根本制 解套人生困境的高精王牌 圣玄的课堂教授永远始于直觉思维的训练 欢迎您来共襄胜取 接下来继续介绍方法论 那就是能量的着生与释放的训练 世界知名的能量大师 美国精神科医师 David Hawkins 将能量划分为三大类 负能量 能量阶200以下 正能量200到700能量阶 高能量700到1000能量阶 这其中呢 负能量可以借由忏悔法门将它释放出来 至于能量的着生最佳的方法如下 第一个动中持咒法 在动态中不断的持咒 让咒语的高能量在自己的内外不断的宣流 第二动中禅定法 坐禅不在腿的功夫 一定要正确了知 时时信念不起 名为坐 内见自信不动 名为禅 唯有做到这样子 才能够时时与宇宙格而为一 第三个重要的方法是 当下安心法 超越时间与空间的束缚 拥抱当下情境 超越善恶等恶元对立的束缚 立即进入高能量 以下师傅再继续介绍 超越因果律的训练方法 这也是健威之助滴水穿石的最后一个方法论 超越因果律的束缚 有相陪伏所提供的方法 例如 词耸 经咒 耗 忏悔 禅定等 都非常好 可惜 全属有相陪伏的范畴 因此 必定会落入 量与树的 习气的束缚 换句话说 落入因果律的循环 必然带来苦痛 我人想要解脱因果残妇 则必须采用 前述无相修会法 例如 直觉思维 能量着生法 中论 原子习惯 就是借由思维与智慧 始于微小处的感知 然后借由消夜的实践功夫 落实有相陪伏 与无相修会两大主轴的健心 以利杂根穿拾的功夫 让自己得到最高度的激励 进而由内在的觉醒而胜出 To win from the inner awakening 最后 师父要提供一个 一则经文的原因 维毛结晶地质品云 外道犯志 若闻词语 当作思念 当作事念 和名为师 自己不能救 而能救诸及人 犯志指的就是 外道的出家生重 安然的脱拨牛乳 致使外道生重 起了疑心云 这是什么老师啊 赤身知己都无力对治 如何能对治他人之病 这段经文折射出 泛志对义理的不够通透 此其一 因为师父的病 是扛着伤维空间 众生的共恶业啊 所以佛教出家法师 应该要勇猛正精进 端正自己的身口意行为 切莫使外道人 有机可乘 质疑佛教义理 与修行方法的 至正确与佛 这是这段经文 所给出来的重要的启示